哈喽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说一下中国人购买比特币的详细的视频 今天先在视频开始之前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视频呢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的小伙伴们 币圈的话非常多的骗子 特别是出金卖币的时候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安全的卖币出金 如果你是币圈的新手 一定一定要仔细的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一共分为这五个步骤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先去注册一个欧易的交易所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欧易交易所 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币安、火币 选择欧易的原因呢是第一个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第二个呢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一下 如果你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手续费 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了我们把邀请链接打开一下 打开完成之后 我们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手机或者邮箱 我们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如果你用我的邀请码的话 这边会给你一个盲盒 最高的话是6万块钱的数字货币的一个盲盒 然后注册成功一下 我们登录一下 登录完成之后 我们就进行第二步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安卓和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 因为如果你是在电脑上面去操作的话 大家应该能看到 有非常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特别不友好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这边有个往下的小箭头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 直接扫码一下 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安卓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说一下 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属于是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 才可以 我们国内的ID是不能下载的 是哪一个账号呢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它的右上角 点击一下这个小人头像 右上角这个账号不能是我们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这个ID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谷歌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或者是海外ID购买 海外ID购买一样都是可以搜索的到的 然后价格呢也是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我们随便的去购买一个就可以了 我在这里呢就不给大家再演示了 购买完成之后会给我们一个邮箱 然后我们拿着这个邮箱 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拉到最下面有一个退出 退出完成之后登陆上我们 刚才购买那个美区的ID或者是海外ID 然后在这里搜索一下OKX 第一个是广告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去 然后第二个写的OE OKX 然后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这边是下载 大家去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是没有问题的 苹果手机是没有问题 然后安卓的话我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就是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的 所以这个安全问题一定要弄好 好我们登陆上我们的交易所的账号 然后点击这边的头像 然后这边先去弄这个身份认证 这边一共是三个等级 我们先认证一再认证二再认证三 我强烈建议大家认证到三 因为三的话额度比较高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有一个安全中心 安全中心 这边有谷歌有邮件有手机防钓鱼码 然后这些东西建议大家都弄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这边有一个人民币 最好是换成人民币就行了 好了搞完这些之后我们点击这边的更多功能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CRC交易 一定要去这个CRC交易 然后点击我的 然后选择支付方式 点击添加收款账号就行了 然后收款账号的话 这边有银行卡支付宝 还有微信强烈建议大家用银行卡就可以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好了弄完这些之后 再来给大家进行下一步就是 什么是USDT 怎么样去买USDT呢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USDT也叫做太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太达币USDT 假设你想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您是美元 英镑 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个货币呢就是USDT 说白了一句话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给大家 假设我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个比特币 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拿着我们的人民币 先去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购买这个USDT 首先呢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点击左上角 然后点击这边的CRC交易 千万不要点击这个买币 因为CRC交易的话更安全 然后点击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筛选一下 我们选择银行卡 然后点击确定 这边可以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比如说要买2万块钱的 然后这边就会出来非常多的商家 今天的重点呢就是交给大家 一定要去找这种成交量高 完成率高的越多越好 这种人比较安全一点 这边有一个买币大家 我们看一下它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哪里呢 看它的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呢是一年以上 第三个就是这个成交单数越多越好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有我以前 我找过的几个商家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以前关注过的一个商家 它这边是21年的老店铺 然后成交单数1万多单 然后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好 这边有一个购买 我们点击一下购买 然后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就行了 我这边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说一下 假设我们这边买1万块钱的 我们点击继续交易 点击下一步 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来源合法 需要验证一下 我们点击下一步去验证 需要我们近期的交易流水明细 我们找到我们绑定的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明细 假设我这种买烟买酒买水果逛超市点外卖 我这种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了 他就会把他的姓名还有卡号发给我们 我们给他买多少钱的 转多少钱的账就可以了 转完之后再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转账的时候呢 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币可能就会到账了 我事先呢 在我这边已经充值过了 然后充值了100个USDT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一个交易 我们点击一下资金 里面有100 然后点击交易 交易里面是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 我们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我们的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 点击资金划转 这边会有一个资金划转 然后我们从资金账户 滑转到交易账户 点击最大 然后点击确定 币种的话选择USDT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钱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的交易 第一次来的朋友可能有点看不懂 看不懂是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总类 你可以改成比特币 狗狗币 任何你想买的货币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1791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1791是当前这个ETH以太坊价格 然后那我想买别的币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然后呢我在这边就可以改一下 在这里的话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呢叫做飞小号 然后它是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我们输入BTC以太坊ETH 我想买这个爱达币 我输入ADA 我们以这个爱达币为例子 我想买爱达币 我点击这个ETH 然后我在这边 我输入ADA 点击这边的BB 然后选择这个ADA 看见没有变成0.38了 那我想买比特币呢 BTC 好选择BB 选择BTC 然后变成27800了 那我想买以太坊呢 好BB选择以太坊 好就会变成以太坊价格了 然后呢 这边一个限价委托 大家把它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然后呢我们把这边给它拉满 好拉满之后 我这边是100个USD 可以得到0.05个以太坊 然后我点击买入以太坊就行了 然后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是1791 买了一个 过了两天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掉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再给它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 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这不是盈利了100个USD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我们选择右下角的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呢 是从资金放到了这个交易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呢 我们要把交易放到资金里面 好点击交易 然后选择资金划转 从交易到资金 这边的币种的话 选择USDT 然后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 然后呢我们回到首页 选择左上角 然后还是老样子 选择CRC 这边选择出售 选择银行卡 然后呢我想卖多少钱的 我想卖5万块钱的 然后和刚才一样 寻找那些可靠的商家 然后我这边刚才给大家演示过的 我这边随便再找一个 然后这边老商家 这边是我关注的 然后一万多单 然后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好我这边点击出售就行了 比如我想点全部 然后呢 这边我出售 100个USDT可以得到687人民币 当我 当我这边选择了之后 我点击零手续费 卖出USDT 卖完之后卖家会收到订单 给我的银行卡打过来687 当我收到了款之后 我点击确定 这100个USDT 就会给商家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一个低买高买盈利的换成人民币 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好了 接下来的视频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观看 很多人都听过 有人买币一夜暴富的故事 但是真实情况是 币圈有很多人的钱瞬间清零 包仓的人不计其数 币圈疯狂的背后 有资本大鳄搅动风云的影子 价格暴跌受到监管部门的影响 可见币圈的未来很不明朗 最近风波不断的币圈再起波澜 当地时间27日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DC起诉 币安提起首席执行官赵长鹏 涉嫌违反监管措施 此外 CFDC提交的诉讼信息显示 币安第一任首席和规官3050也遭起诉 曾经豪赚6000亿的华人首付 受加密货币市场震荡 NCC调查风波 涉嫌洗钱报道等一系列8别价 如今它的身价已大多缩数 随着全球紧缩大势愈演愈烈 风险资产首当其冲 加密货币面对着各国监管机构的收紧审查 前有孙宇辰被解诉 再有韩国币圈风云人物全告封闭 曾经的币圈大佬们面临的不只是眼前的困境 赵长鹏这次的危机主要在于偷偷割美国人的酒菜 CFEC官网信息显示 赵长鹏和三家运营币安平台的实体 作此违反了商品交易法 CEA和CFEC的其他法规 币安和其三个实体通过一个固域 不透明的共同企业运营集中式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以及众多的其他企业工具 简单点说 之前美国警告过币安不要向美国人提供服务 币安也答应了 结果币安偷偷给特别有钱的美国VIP客户 提供规避合规规定的方法实时交易 币安甚至做了一个拥有自动删除功能的即时通讯软件 用余员工与美国VIP客户沟通 但他们忘了给手机格式化 最后被监管部门从赵长鹏手机里 找到了一系列归于自动删除功能下的聊天记忆 北京时间3月28日早上 赵长鹏在币安官网回应中 币安已与CSDC合作超过两年 对其提起民事诉讼表示失望 经初步审查 该起诉似乎包含不完整的事实陈述 我们不同意许多问题的描述 包括合规技术和禁止美国用户访问 与执法部门的合作都透明度 注册和许可、交易等方面 其中披露BINNZ目前的合规团队有超过750人 其中许多人具有执法和监管机构的背景 迄今为止已经处理了5.5万多个执法请求 并协助美国执法机构在2022年冻结 扣押了超过1.25亿美元的资金 在2023年也已冻结 扣押了1.6亿美元的资金 赵长鹏表示 虽然赵长鹏官司缠身 但是现在的处境相比其他币圈大佬算是比较幸运 早在赵长鹏之前 另一位币圈大佬孙宇晨 违反了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和市场操纵交款 策划了一个人为夸大交易量的TRF多数计划 从中套利3000多万美元 因此被美国证监会FCC提出指控 在被FCC起诉之前 孙宇晨就已经被美国国税局FBA盯上 孙宇晨涉及了一大串罪名 电汇欺诈 阴谋或意图进行电汇欺诈 诈骗 洗钱 罚行为注册证券并撒吼 协助和教唆犯罪 以及合谋欺骗美国等等 其实在币圈用户无法提现 虚拟货币交易所跑路屡见不鲜 3月29日 Terra4Line的创始人全道亨在黑衣衫背部 它是韩国通缉史上最大诈骗犯 虚拟货币 Terra和Luna疯盘至全球投资者本是惨重 得了全球千亿酒菜 全道亨现年31岁 因创立Terra4Line并打造风靡一时的TerraUSD及其平台代币Luna 一度成为韩国乃至国际币先风云人物 2022年5月之前 河南是加密市场上当之无愧的明星效果 河南价格两年上涨金钱倍 市值最高超过410亿美元 在全球加密市场排名低 但这两种号称挂钩稳定资产的货币去年5月避值狂跌 市值蒸发大约400亿美元 数百万人将毕生积蓄投入其中 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废主 全道亨在崩盘前一个月从韩国书记 被网Terra4Line总公司所在地新加坡 韩国检方随即对其展开调查 韩国国已经剥夺了他的护照 并表示他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对象 全道亨经由迪拜逃往欧洲 2023年2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涉嫌欺诈起诉全道亨 预计他近期被他国引渡的可能性不大 从风光无良到臭名昭著 币圈大佬的迅速堕落是币圈动荡的一个缩影 2021年4月21日 土耳其加密货币交易所Fodex突然发推文表示 因外部投资案需要 须暂停交易4-5天 对此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律师工会的资本市场 与财金法主席基利西 Ruzevontia推文指出 这很可能是一场骗局 国际39.1万名活跃用户资金遭锁定 总额约20亿至100亿美元 并称自己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 2022年5月 被称为币圈茅台的微纳比交易价格 在一周内从100美元附近跌至0.001美元下方 总市值从400亿美元到进口归零 与其相伴而生的算法稳定币 把此原本锚定一美元 最终一度跌至0.03美元 还有引发一批加密货币企业的倒闭危机的FTS破产事件 加密市场的投机行为遭遇了一定的打击 2022年11月11日 FTS宣布启动自愿破产程序 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FTS从成立到交易量超7000亿美元 在到破产仅三年半的时间 2017年 班克曼弗里德开始创演 方向是当时风头震热的加密货币 两年后 他创办了数字资产衍生品交易平台FTS 从这开始 班克曼弗里德走上了成为币圈偶像之路 正当人们以为 班克曼弗里德是互联网造福金的下一个神话时 FTS在前不久突然被爆陷入了财务危机 这个全球第三大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隐秘账单被披露在人们面前 根据破产提交的信息估算 与FTS和Almed Research公司相关的债权人可能超过100万人 其债务可能高达100至500亿美元之间 随着FTS的破产 其创始人 前CEO班克曼弗里德被指控策划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之一 德南币爆雷三件资本破产 CEO倒闭接连让加密货币领域持续笼罩在流动性恐怖中 相比面临公司破产 创始人被起诉 2022年的12月 三位手握巨司 正值赵年掌门人级别的币圈亿万富翁离其死亡 更让币圈笼罩一层恐怖的面上 在币圈广为人质的年轻大人 马克道的联合创始人李古拉 牧师吉安在2022年10月28日 他在波多黎哥的海滩上逆死身亡 令人疑惑的是 牧师吉安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 与他关系亲近 但在儿子意外死亡况 他们却第一时间放弃追责 不到一个月 就又有币圈大佬意外身亡 2022年11月23日 另一路币圈亿万富翁太安 从柯伦州的家人宣布 他在睡梦中去世 蒋年30岁 他的死毫无征兆 在公司发布的声明中 没有透露布兰德去世的地方 也没有透露他的死因 只是影会提到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儿子 与牧师吉安相似的是 TT的家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含糊地表示这是一个意外 是非他傻 在TT死亡的第三天 11月25日 又有一位币圈大佬意外身亡 53岁的维亚切斯拉夫塔兰是俄罗斯亿万富翁 2012年 他成立了ViborTech交易平台 11月25日 他乘坐的直升飞机空中巴士A130 从瑞士起飞 后来发生坠机事故 而塔兰是这架直升机上唯一的乘客 这样连续不断的意外身亡 实在是太巧合了 一时间让整个币圈人心惶惶 虽然靠着虚拟货币赚了很多钱 曾经斥着风云的币圈大佬们 却无福消瘦 看到这些意外适适的大佬 就不难理解赵长鹏为什么流浪全球 虽然美其名曰去中心化办公室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楼下 在财富急剧增长又迅速幻灭的币圈 这样的故事比其他领域重为常见 2005年 赵长鹏到上海创业 成立了付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为券商开发了速度最快的高频交易系统 但8年下来并没赚到多少钱 2013年 比特币在国内兴起 赵长鹏在一场牌局上 被人普及了币圈指示 眼红的他孤注一掷 好赌数字货币 2014年 赵长鹏用卖掉上海房子的钱 勾引比特币 但随后不到一年 上海的房价就翻了一倍 而比特币却跌去三分之二 还一度出手机之外 再无其他资产 成为一个穷工蛋 后来 赵长鹏去了加密货币企业当打工人 但也不太顺利 赵长鹏曾加入奥坑 出任首席技术官 但只待了一年 赵长鹏就因内都干不下去了 2017年 在币圈积累了几年经验后 赵长鹏成立了币安交易所 那时 奥坑 比特币中国 火币网 这数字交易所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已形成 但因数字货币政治爆发器 币安交易所也火速三足 币安成立三个月 利润就达750万美元 成立六个多月时 币安宣布盈利2亿美元 超过得意志银行 震惊了金融行业 赵长鹏也一路开逛 2018年1月10日 币安宣布其全球注射用户超过500万人 略升为世界最大的虚拟币交易所之一 2018年2月 赵长鹏登上了福布斯的封面 奇妙的是 4年后的2022年 币安对福布斯进行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 成为其两大股东之一 从此江湖流传 币全一天 人间一年 到2021年 币安成立仅4年 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在全球拥有3000名员工 日交易额达到760亿美元 不值达3000亿美元 按此计算 赵长鹏身价达900亿美元 隔阂人民币5733亿元 超越身价4244亿元的中国首富东山山 称为新晋华人首富 售价密货币市场震荡 SCC调查风波 涉嫌洗钱报道等一系列八协价 如今它的身价已大浮缩水 很多人都听过有人买币一夜报复的故事 但是真实情况是 币圈有很多人的钱瞬间清零 包仓的人普及奇数 去年5月 仅5月12日这一天 S跌至0.6美元左右 而哥也从前一天的高点6美元左右一路下跌 跌幅超过99% 下跌至仅几每分 几天之内 散户 机构甚至企业投资者 在Luna和S中损失了超500亿美元 韩国金箱新闻3月26日报道称 全道风推出的虚拟货币 Kerotoluna价值暴跌99% 据推测韩国国内受害者可能多达20万 韩国检方认为 它故意操纵市价 导致投资者遭受于50万亿韩元 约合2651.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韩国受害者对全道风被捕一事 义愤填膺 奖励要求将其引渡到韩国进行严惩 韩国世界日报27日报道甚至认为 按照全道风对行的严重程度 美国法庭可能判处其100年监禁 此外 由于Kerotoluna的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 新加坡也要求引渡全道风 有评论称 亏根结底 加密货币从来都只是一个骗人的生命 它本身没有任何价格 当那些玩家们不在认可时 它甚至付给一块电球用的目标 巴菲特就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 再次攻击加密货币声务 与农场 公寓不同 比特币并不会产出价值 它的价格只会取决于 下一个购买它的人愿意出多少钱 加密货币现在或许因为炒作 而仿佛拥有了魔法般的吸引力 但它本身没有生产能力 在上一波牛市中 币圈讲了各种故事 包括DeFi NFT等等 但都陆续洗股了 币圈很多虚拟货币系统的漏洞和风险 在市场寒冬下 或将持续暴雷 这些负面信息 也将加速币圈的下跌 在深然的一篇报道中 2017年就进入币圈的资深玩家 迪克斯认为 现在币圈派对结束了 已经进入去泡沫 去杠杆的阶段 今年年初 它就已经暂时退圈 我和认识的朋友 都在年初就意识到 行情并不好 已经离场或是做好了资金配置 市场的信号已经相当明确 即便一直对币圈持纵容态度的美国 如今为了维持市场稳定 当流动性不足或资源紧缺的时候 也需要找仔维扬来喂饱自己 而币圈再适合不过 分析认为 比安和赵长鹏被CFCC起诉 可能只是一个隐私 后续的连锁反应 或许会将整个币圈 拖向历史的进展